9月25号开始 漫渠的诱惑开局 让我们进入 游行来了 干嘛 你很紧张是吗 你不知道他们这节目 处处是坑的 那要是万一问到 我不想回答的人会回答 你要是不想回答 你就给我个暗示 我就把花肠给贴过来 你就把耳边碎放 这样一里 对 我跟你讲 来上这个节目 就没有一对想 好好的回去 还是你们本来就有考虑 不想在一起了 不可我又问一下 在你心里面 真正的男神是什么样的 看我干嘛 他喜欢猪丹 你居然把我往沟里带 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 让你的家庭生活 夫妻随时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各自飞 要么就吃饱 要么都吃好 酸和花都各自有它的味道 要么就吃饱 要么都吃好 饭不知口气 去也就长远 这个饭去诱惑 我 我从来就不相信婚姻 我特别讨厌小孩 尤其是男孩 尤其是两个男孩 我特别厌倦我的家庭 特别不愿意回家 特别不愿意回家 宁可露宿街头 浪迹天涯 我不喜欢男人 我之所以会结婚 只不过是为了要给家里一个交代 咱们太拼了吧 咱们卑鄙 咱们卑鄙 咱们卑鄙也好吗 来来来 干一杯干一杯 压压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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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谎言 我们还是要评一下 刚才这四句谎言当中 哪一句最拼的 我个人我会投给佩晨 就是啊 就是已经 人这样的心里话都说了吗 我还没有办法抗拒女生 跟我放电来 真的吗 哎呦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反正她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话 忘掉她吧 咱俩喝个闷酒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我很欣赏漂亮的女生 这是真的 可是我觉得刚刚的谎言 应该是杀意老师的比较拼吧 把自己后半辈子都扔掉了 对 你要小心 不是 佩晨 我跟你讲 一个男人就在这种 让他说谎言的那种前提下 他往往就是 把真话都抑郁遮脸 把真话就说出来 真的这样 假装说谎言 对对 不管怎么说了 反正特别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这个饭局的诱惑 我们这个节目是用 特别特别有钱的 吃吃吃买买买啪啪啪的 苏宁易购冠名播出的 你们两位是我们第一队 就是夫妻两个人 敢来饭局的诱惑的 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节目 单个嘉宾来出去以后 都不知道怎么想 夫妻两个人来 对 结果可不会有点问题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考虑 不想在一起 我刚刚想说这个 对 其实也许是个机会 这次来好好认识彼此吗 对对对 来 我们带来 给你满座 喝完了 喝完 喝完了 喝完了 虎哥我要问一下 在你心里面真正的男神 是什么样子 五月宋波 嗯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怎么时候开始的 所以你其实是喜欢那种 多毛的男人 然后杀艺才开始留胡子 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男人的味道 就因为她喜欢秀波 这么多年了都不让我刮胡子 我本来没这么茂密的胡子 每天给我生霸的 生霸的洗头的 给我往脸上搓 生活中你见过秀波吗 见过 你跟她表达过吗 表达过 她怎么说的 那我在旁边呢 她能说什么 她说你怎么能说的 我说我特别喜欢你 而且喜欢你很久了 知道秀波怎么说吧 她说我太太 她说杀意挺好的 就是因为她在旁边 修波才这么说的 对对对 其实后来她跟我发的微信 也因为我在旁边 她才敢表达 其实后来给你发了微信 是其实我也挺好的 你俩有微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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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发现这段访单 杀意老师一直在抢话吗 都不让胡说 他不让他说完 对 对 对 而且还没事就拿起来干预 对 我让他说完 我这火不就冒出什么 我现在一直在抢话 是要自己镇定一下吗 那杀意 你心中的女神是什么样的 其实啊 她不喜欢女人 不是 我不想特别 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 如果我真的欣赏一个女孩的话 特别了解她 我不想 你知道那种吗 那种吗 可远观 不可泄完 对 所以你远观的那个人是谁 就是我 因为我想保持着那个距离 而这些年你泄完了谁 泄完了 不可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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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生活当中她远观的是谁 她喜欢猪丹 我都很惊讶 我没有啊 我没说过啊 你认识周一维吗 不是很熟 你是很喜欢主持人吗 不是 因为胡可 因为胡可以前是主持人 对 然后你可远观的猪丹 也是主持人 说到点上了 说到点上了哥 然后你看佩岑也是主持人 佩岑也是 就是你是很喜欢主持人吗 对 就是女演员见太多了嘛 所以陶晋云那类的你喜欢吗 陈汉点啊 胡可为什么会觉得他喜欢猪丹呢 他说过因为 我说过吗 对 说过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真的睡觉得戴口罩 这个梦画呀 是怎么样都掩饰不了的 你说是不是 对 他上次还说了谁 他还说了一个三个字 佩岑我跟你讲啊 你想想像胡可这样 就说三个字的时候 那个流露出的那个哀怨 那是真的 那三个字的主持人我想想 我们整个这一段交流 导演教过我一个特别那什么的任务 他说这段话我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跟人家那个奥德赛也就说好了 你一定要把广告给我念出来 是有钱还得长得帅 出门才开的奥德赛 然后说到现在我脑子里都转 怎么样才能带到奥德赛 那个你们家有车吗 有有有 你们家几辆车 我 我们两个 真的吗 有一辆是有钱还得长得帅 出门才开的奥德赛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的 对对 你是怎么知道 所以刚才胡可说的三个字 是奥德赛 太完美了 我这要了亲命了 我跟你讲 挣钱太不容易了 开始谎言时间之前 其实这只是吃饭 对 吃饭完了以后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游戏 狼来了的游戏 狼来了的游戏 怎么玩 狼来了的游戏 就是要训练我们这个说谎的技巧 还有逻辑的推理 那前面呢 我们就先进行一个这个说谎的时间 练习一下 把说谎说得自然一点 那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呢 说谎的前辈 是的 皮诺曹 皮诺曹等一下变长的时候呢 皮诺曹的鼻子等一下变长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谎 那如果有问题不想回答 我们就可以吃招牌菜 其实这真的是一道美食 瑞典美食 但是瑞典有一个很奇怪的法律 就是不许在住宅里面吃这个东西 不许带上飞机 它像榴莲一样是吧 据说它的味道比纳豆冲三百倍 我刚才闻了一下 好像里头有拿臭豆腐炖的 我觉得这个比臭豆腐还严重还多 好好奇啊 其实是一种炖屎味 我觉得这个很像是三个礼拜都没有倒的垃圾 闻见这个颜色 哎呀这鱼是活的啊 啊闻到 但是 你们一会真的可能会宁肯选择去吃它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关于 谎言的游戏 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谎言时间 我先问虎可 请你用一个词形容杀意的颜值 谎言啊 谎言谎言啊 别说真话 帅 啊 告你别说真话 别说真话 帅 kull口老师 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无锈波的身体 糟糕 有多糟糕 非常糟糕 那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杀意的身体 糟糕 帮帮的 错 那用一个词形容杀意的头脑 智慧 你是不是喝多了 沈亿 给你一个机会 太好玩了 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你太太的颜值 丑 丑陋 好温暖 这是什么节目 说太太长得丑陋 我觉得好温暖 猪丹跟胡渴 谁比较漂亮 胡渴 你觉得你和猪丹 谁比较漂亮 猪丹 你觉得你和胡渴 谁比较漂亮 胡渴比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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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给我面纸 给我面纸 还有主持人也报害的 我不能再说胡渴了 不能再说了 刚才胡渴 你说他俩谁比较漂亮 我媳妇看了我一眼 是两道寒光 用一个词形容猪丹的身体 料如指掌 很少录影录到旁边尖叫声 好像在开演唱会 矜持一点好不好 都说的是实话 让谎牙们到我这儿改实话了 哪一年了如指掌 一直了如 柔情地问一下胡可 所以胡可 杀意能满足你吗 哪方面 不是 你别想歪了 别想歪了 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纯是指身体方面 不能 纯是指啥方面 我现在都出现幻听了我觉得 我们把这个摁下来吧 好 你是个敏感的人 敏感 哪个部分最敏感 不 佩森 这样是有奇异的 是 最敏感的点在什么地方 心里 肥花 颜血 谁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细腻和敏感的人 那天你跟朱祁和冯德伦在一块拍戏 结果人家俩人宣布 就是在一起要结婚了 你们都是从新闻上看见的 他俩结婚我不知道 这不算什么 因为全组人都不知道 关键是他们俩谈恋爱我都不知道 他们在片场的互动是怎么样 我还问过他 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 通常都是有事的人会装没事 你说的特别对 一种也不对 你说的特别对 所以你们当时那互通款曲的时候 你们俩啊 我们俩那时候也特别保持距离 对 也装没事嘛 但是大家都看出来我们俩 有事 对对 这开始被谁看出来的 司机 瞎说 没有 不可能 你们车不会有司机在的 听说有一个瞬间是你 跟胡可特别man的 特别爷们的说 要不你当我女朋友吧 有这句话吗 有 有 而是那个瞬间 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 就太不容易了 对啊 就是 太不着调了 太不认真了 什么叫你就当我女朋友 什么情况啊 所以我就觉得 他特别的没有诚意那个时候 对 但是当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是吧 那倒也没有 现代社会 哪有什么熟饭生饭的 就是熟饭也可以亮亮 对对对 也可以再吃嘛 哈哈哈哈 我觉得那个是形式 我是 我是把心给他看 不用让他看到我那个 外部的任何的动作行为 是因为叫你最近才接那部戏吗 演了一个出轨的女人 哈哈 本来配才我敬你一个 妈呀 妈呀 哈哈 那个戏正在播哈 对中国式关系 中国式关系 嗯 你那个里面 你是出轨人妻是吧 对 她是一个特别勇敢追求爱情的女人 有你 我万事足 你们俩刚才那是拥抱的吧 什么 没有刚才是我没站稳 她扶了我一下 我看他们这戏啊 她没怎么看 我每天都在看 我觉得这个戏 角度挺新的 她真的是讲述了很多 原本涉及到的人物的 我觉得她现在越来越 这个戏的剧本 越来越描写的人物 越来越真实 这时候其实我们 我们的所有的那个 刚开始我看第一集第二集 我后集量都发了 媳妇演的这么一集 但是我看着看着 我觉得开始 一个人物的作品性开始 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但是每一个人物 她都是真实而存在的 她在家里经常这么说话 经常 她其实是一个神经质的人 因为水瓶座都神经质 她有点像你的第三个大儿子 之前更像 现在好一点 之前她是独生子 后来有了两个弟弟 然后她还稍微成长了一点 好可爱 其实男生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是可爱 是不是 最后我们还是要把灯点亮 不可 如果重新选择 会跟沙翼在一起吗 不会 如果重新选择 会跟秀波在一起吗 会 如果重新选择 如果重新选择 你会出轨吗 你会出轨吗 等会儿 等会儿 你这怎么到我这不便了 所以如果重新选择 会跟朱丹在一起吗 会 那对谁是真爱 你是让我说真话 不是 这是到底 对朱丹是真爱 下次我看见周一维 谁不拿刀剁我呢 是吧后期这个匹诺曹 什么都没有 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道具 这都打上马赛克了 是不是 我们是一个真诚的 对嘉宾进行访谈的节目 明白了 没想到你们 这么坦诚的啊 都说答了 跟我说这么多心里话 但我觉得你们现在 这状态特别好 我们跟佩森 我们一块把这个状态保持了 保持到后半场 我们那个狼来了 请开门 走吧 欢迎收看 由吃吃吃买买买啪啪啪的 苏宁易购冠名播出的 《饭局的诱惑》 《九十三宝》 让我们进入序谈环节 狼来了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九个 九个人除了我和佩森之外 还有刷一老师 胡歌老师 另外的五位小朋友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然后据说杀衣和胡歌 以前都玩过这个游戏 是吧 对 所以你们两位 拿到杀手的概率还蛮大的 拜托两位手下留情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先说一下啊 我们先说一下 每个人如果拿到杀手 策略会是什么 佩森 你最近玩这个游戏 进步特别大 如果你拿到杀手 你策略是什么 我就是要改变 我从前的玩法 因为我觉得我太容易 让大家看出来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所以我等一下 应该是会尽量的外放 那更容易了 我今天要很夸张 很抓嘛 对 就是因为我本来都觉得言多必失 但我今天就是要乱讲话 那纳薇老师呢 好 谢谢纳薇老师的分享 我还没说呢 不要杀一老师 哎呀你 我们理解了 大王不用说了 陈一新 哎呀你一眼就看穿 萧萧今晚上杀谁 如果第一刀肯定杀你 嗯 杀你 杀你 杀我就不好玩了 严重镜你是杀手 你会怎么玩啊 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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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杀手 还有好马配好安 好酒配好餐的马迭丽 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我们所有杀手 游戏正式开始 狼来了 游戏角色分别为 三只狼人 三位神职 预言家 女巫 猎人 以及三位村民 村民与神职都是好人 与狼人阵营对立 狼人们夜里出动 每晚杀掉一人 预言家每晚可查验一人 猎人死后可开枪射杀一人 女巫有一瓶解药一瓶毒药 解药可救活夜里被杀的人 毒药可毒死一人 两瓶药不可同一碗使用 游戏采用图边规则 狼人杀死所有村民或所有神职即获胜 好人阵营消灭所有狼人即获胜 下面进入考验演技的游戏 狼来了 请大家依次查看身份 虎可请看牌 很深哦 很深 村民 不一定哦 狼人 与村民作对的邪恶势力 每天晚上可以杀掉一名玩家 娜威请看牌 你们要答应 第一轮不杀我我就看牌 我们不答应 不用看了 真的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肯定少 杀意 请看牌 哎呦 我这是干啥的这是 杀意 女巫 好人中的语言 有解药 有解药和毒药各一瓶 解药可救活一人 毒药可毒死一人 解药和毒药不能同一碗使用 陈一新请看牌 你这个手机是识别牙齿了吗 好笑语的笑声啊 陈一新预言家 好人中的语言 每天晚上可以查验一名玩家身份 大王你真的有二十年没有发出过这种事 你也可以的 你来一个来一个 你少女一个 言如今请看牌 言如今猎人 好人中的语言 被狼人杀害或白天被投出局 可以开枪带走英里玩家 侯佩岑请看牌 不管是什么外放 外放 大王怎么比你还这么快 我还不知道我没有洗 马东请看牌 肖肖请看牌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身份的是谁 她是 寓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被袭击的是肖肖 娜威 请留遗言 就是留什么都走了是吧 你可以要求被爆出去 这个游戏太有意思了 我这什么都没发挥就走了 但是我也感谢节目组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你感谢节目组就是因为 你什么都没干就把钱拿了 不是 因为以前都是我一个人走 现在还有一期走 谢谢 肖肖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种感觉 我怀疑胡河姐和沙姨老师是夫妻狼 是夫妻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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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至少有一个 然后你们听他们好好说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 已经不太可能再存在杀手 这样子的情况了 所以我暂且相信 马老师如今和大王他们三个 应该身份偏好 好 怎么能好好抱啊 这在干什么这是 言如今请发言 我觉得女巫一开始就来读人 这东西很难玩了 因为刚才两个死的人里面 我觉得啊 我觉得有一匹狼 因为他们都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后他们也没说什么东西 就是说了一点 一点怀疑而已 所以我觉得 可能读对的人有一匹狼 所以就是场面这样只剩下两匹狼 我先说我觉得大家会把我手投出去 我每次都是第一轮手投出去的 我是猎人 所以敢抢我身份 我就带谁走 就是说我是猎人眼 然后我看后面怎么说 我是一个平民 行了就是你了 就是你一个平民 你想这么多干嘛 刚才我就在讲 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肯定第一局也会杀掉那位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玩得很好 但你为什么要从一个狼的角度去想这事 不是因为如果我是狼的话 那我一定不会第一局杀掉他 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如果是狼我就要杀掉他 所以你杀的是猎猎 看我干嘛 你已经解释不了了是吧 把祸水往我身上演 服气狼 你很外放的 因为我不是啊 急什么 对啊 沉着一点 大难临头各自飞 急随事同灵点 这个时候谁能活下来就是谁吧 这么久了 你居然把我往沟里带 好 我不说了 我什么也到我 我再发言 好的 那我觉得 库哥老师应该是一匹狼 因为他的他的发言是这样的 他是说 我是一个平民 你是一个平民 你真的不需要等这么半天才说出自己是平民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一匹狼 然后沙亿老师他什么都没说 你先蹦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 夫妻狼的概率是特别特别大 我觉得这题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我是预言家 我刚才上来以后 第一个验的是娜威他是一个好人 对 哇 你这个反应让我进一步缩小了 这个圈子 所以如果 胡可老师和沙亿老师是两匹狼的话 那第三匹狼应该是在 一脑的问号和佩岑之间产生 这一轮我听后面发言 但是我觉得我会把票先投给胡可老师 依照我的逻辑 第一轮如果是好人的话 我觉得你还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坏人 你只会想这两个被抓走的人 他们可能会是什么身份 有没有可能其中一只是狼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好人逻辑 因为我是好人或好人以上 那马东老师前面先讲了一大堆 然后最后才 他可能才想到他要跳个预言家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跳的 跟那个动机很奇怪 因为我怀疑娜威老师是狼 我怀疑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那尤其是他那么会讲话的人 他的遗言没有任何的重点 他也没说他是谁 然后就这样走了 所以我现在怀疑他 但是我们都不晓得 至于谁是狼我都还搞不清楚 月圆之夜 但我相信你 言如今是好人到目前为止 好 报告完毕 说吧 我玩的不多 这个游戏我第一次玩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拿了手机看到的第一个反应 我这是干啥的这是 那个绝对是我下意识真实的反应 那我肯定不是狼 我是狼我还有这种反应吗 那我就是有身份的 因为这两个人走 跟我有关系 你怎么判断你太太啊 可一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应该相信这个对夫妻吗 胡可老师 你觉得就是平常他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的吗 你觉得是哪样 他现在是哪样 你很警惕我 我哪有警惕 你为什么这么警惕我呢 我只是在想他的样子 因为他没有玩 没怎么玩过杀人游戏 是吧 所以其实 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你是狼你跟我说了 来吧 好 我来说一下 我觉得马东老师的身份有嫌疑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预言家的话 你不会查到那位老师是好人 因为昨天晚上我验过他 他就是一个狼人 所以你给不出这个身份 所以我怀疑你的身份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 反正如果 对我今天晚上我会选择验一下马老师 我怀疑你 过 或者就不要验 我们就直接把他推死 哎终于到我了 我是一个老好人 我真的好人 你看阳光 哈哈哈哈 对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的身份呢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说一下那位老师 因为我觉得他 可能是一匹狼 因为他 就是如果他的按照他平常 他就会 就是会会踩啊 或者会有自己的推理 而他这次就是不说 就是因为怕暴露自己的狼同伴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匹狼 然后 还有我觉得一号胡可姐姐就是说 我要是狼的话 我就不会杀那位 而且刚刚那个马东老师就是 故意就是 诈那个胡可姐姐就说 那你杀了 那是你杀了肖肖吗 我老师那个反应 明显就是感觉 你怎么知道 对 对 就是没有什么话讲 所以我觉得蛮客人的 这两个我还有说 你怎么知道吗 好 你接着说 对 以我现在仅剩的头脑 我能理出这些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对 然后我再接下来看一看 你看 阳光 三 二 一 请投票 杀一气票 不可两票 马东四票 本轮被投出的是 马东请留遗言 完了我 我害了你了东哥 我不知道我这叫气票 对 你没有准时投出来就是气票 东哥 你要投谁 我要投你 但 我觉得这把好人真的很艰难了 真的很艰难了 然后现在有四个人投我 虎可是狼应该无疑 然后你没有人抢你的猎人身份 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忘了抢 对 这个很奇怪 我忘了抢 然后那个 应该是个好人 然后你的身份已经很明显了 然后所以 如果场上还有两匹狼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大狼跟虎可 说完了 我可以离账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身份的是谁 她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是平安夜 从虎可开始发言 平安夜 平安夜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没有人死 没有人死 就有人救了 对 是被杀了 但是女巫好像用了解药救了她 我觉得香香应该不是狼 我觉得纳薇和马东老师应该是狼 所以现在场上还有一个狼 因为刚才如今说她是猎人 也没有人抢她的身份 我觉得她应该就是 我相信她是好人 我觉得佩岑应该是好人 我觉得佩岑应该是好人 枪下去会没有坏人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她们三个中间 你别演 你别演 太浮夸你的表演 来分析一下你老公 因为她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她没怎么玩过杀人游戏 然后呢我觉得她一旦画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她就是在 就是她寻找一条道路来玩这个游戏 因为她是有身份的人 她刚才也承认她是有身份的人 但她明显刚才承认的时候 是想把我们往神 有神职位置的人上面去引 所以我有点怀疑她 我再看一下 我主要听一下 我主要听一下杀意的发言 如果我们现在在场上 根据我们刚刚的推理只剩下一批狼 那我的直觉 我觉得昨天夜里 我感觉我好像被杀死了 然后女巫救了我 那如果以我们的逻辑的话 有可能杀意老师是女巫 因为你刚刚说 有人的死跟你有关嘛 对不对 那 现在最有可能只剩下 可爱的胡可老师了 我啊 好吧 就是比较可疑的 感觉从发言来说 我想等一下如果大王 你真的是预言家 你刚刚应该有验了人 所以我们可以听你的说法 然后跟杀意老师 如果你真是女巫 你也可以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 你说完 我就断定 你和胡可都不是了 因为我是女巫 杀的不是你 是她 我救的是她 我被杀了 对 知道吗 你发完言了之后 我就确定咱们仨都不是 狼就在那边 你要如果是猎人 你心里我说完这话 你就应该明白了 就是她 还有手压了还给我翻过去 我是女巫 我一开始看着牌子之后 我就已经暴露了 我就已经说了 包括那位走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明白 很明了了吧现在 那个胡可姐真的不是狼 我昨天晚上验过 因为她第一轮发言 她很有可疑 就马老师跟她对峙的时候 说她吓吓吓吓的时候 她几乎就是 就感觉好像很紧张到 不敢说话了 心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我昨天晚上 就立马就验了一号 但是她是好人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她会被杀 我就直接验了她 然后所以如果这样算下来 我是游言家 这个女巫的话 那她就是狼人 如果只删一匹狼的话 该我了 那你得好好讲了 对我第一轮的时候呢 我说我是一个名几名以上的身份 就是因为大王在说谎 因为我才是真正的语言家 因为以我的程度我不可能 就是真的是狼人或者平民的话 我跳出来说我是语言家 所以我第一轮验的是纳薇老师 所以我才说她 所以我但是她是吗 但是她她是狼人 纳薇老师是狼人 然后我刚刚上一轮验的是大王 她也是狼人 那马老师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没有验马老师 但她抢了你的身份 她说她是语言家 但是我当时觉得她可能是在保护语言家 所以我才没有 为什么马老师跳是保护语言家 我跳怎么觉得我是狼人呢 这逻辑远不回去了 因为马老师 你太晚了宝贝 如果你真的是的话 如果你真的验到了人的话 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呢 但是我第一轮验的那位老师 他已经死掉了 我再说有什么意义 除了暴露我的身份有什么意义吗 你刚才第一轮投的是谁呢 我我想想看 投的是马老师 不不不 我第一轮投的是胡可姐 因为我当时觉得想以为她是 真的 所以你第一轮没有投马东 对 因为她是你的狼同伴 不是 就是因为我觉得从她的她的发言相对于胡可姐姐还有大王姐姐更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才没验她的 那你有可能她是狼人主动出击啊 她把这个陷害到我身上啊 不是你们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就是我跟大王下你们拉出来PK就是你们有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你PK 但是因为你就是假的呀 我接你的PK 我根本就不接受 你就是假的验驾 我觉得这东西我没有不需要聊了 她虽然很努力但是 刚才马老师首先是先说那位是个好人的她验了 然后那位是好人 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那条也是胡丁姐姐 你看你现在把我打开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因为我就是 是哪怕把你不杀了我们也先投你 等一个了 这不能让我这套至少的人要拿一眼下的 八公了 八公了 三 二 一 请投票 这都不回来了 我上把验的是大王 对 如果我还有下把的话 我会验那个如今姐姐 我会验烈人 大王一票 陈怡心五票 本轮被投出的是陈怡心 请留遗言 我没有验马老师 因为他是你的老同伴 而且你太晚了 但是因为你就是假的呀 这逻辑远不回去了 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 我第一轮 大王厉害啊 我第一轮验的是那位老师 第二轮验的是大王 都是两批狼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你们要袭击的是谁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身份的是谁 她是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被袭击的是侯佩岑 游戏结束狼人胜利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在干什么 大王 大王 他们俩呀 言如今倒在干什么这把 你怎么会说你救了胡可呢 那你到底救了吗 他就是救了我呀 你自杀是吗 他自杀 天啊 所以他给了他好身份 就是利用他老公式 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 你的家庭生活 就是你知道在你的家里面 你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你回去今天查一下房产证 车的注册 孩子查查DNA 或者 马东为首的这群好人气急败坏了 有人说你是怕老子 那不是因为我习 习惯性 习惯性 看他被杀了是不是心疼 你太了解你老公了 对 没有所以我们这一局的主题是爱情啊 我一定要给你幸福 谁都别想玩 下面进入考验演技的游戏 狼来了 请大家依次查看身份 虎壳请看牌 马东请看牌 侯佩岑请看牌 纳威请看牌 沙翼请看牌 大王请看牌 你是公司到账了吗 你开心个什么气啊 陈一新请看牌 你求什么呢 你是想抓一张什么牌啊 千万别是狼人 好人牌 肖肖请看牌 言如今请看牌 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是平安夜 从虎壳开始发言 平安夜 有人被杀了 有人被救了 别看我了 我再也不信你 回家慢慢给你算账 吹吧你就 回家慢慢和我算账 我觉得是佩岑 啊 就没有依据的人 没有直觉 我是预言家 我查杀了一号胡可 他是狼人 我觉得他是我们场上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人 所以我先查了他 刚才他踩了佩岑 所以佩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平民 非常非常肯定的平民 所以他现在说 他是预言家 他验了我 很明显他在说谎 所以他一定是个狼人 那他在保护佩岑 我会怀疑他们两个人 都是狼人 我验了你是狼人 你说你自己是平民 所以你在说谎 这一晚会把一号 无可投出去 你俩要吵多久 要吵很久 我觉得今天马洞老师 就是特别的急 就是他跳预言家都跳得很急 所以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那我相信 胡可 虽然他怀疑是我 是狼人 但是我是好人 或好人以上的人 报告完毕 三个狼人 分别是 二号 马东 七号 和 为了游戏好玩 我们再接着猜 我提出一个理由 马东呢 玩这么多局了 还从来没有体验我的快感和乐趣 第一个出去的人的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觉得如果能让马东老师 能在这么多人观看的下 第一个出去 至少他不会挨骂 这是我们对马东老师的爱 他的表达 祝福 所以我建议 咱们尊重一下胡可 所以 您是说要把我投出去 你要把预言家投出去 那关键就是 听证大家就是 预言家和你是不是匹配的 我得听你的 东东开始认真了 咱们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让胡先生 胡先生 胡先生 我都改了秀了 我刚才听了一遍 我觉得 首先 是胡可还是马东 我还真 现在判断不出来 你在这里非得让把马东投出去 我觉得你搅浑水 那请问他 那你先出去吧 你又要把他 一个人家说是预言家的要投出去 现在你在这里搅浑水 现在你在这里搅浑水 你又要把我投出去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是好人 好人 喝熬好 我没有搅浑水 我是完全充满着对胡可老师的那种信任 你为什么 那为什么我可以 信任他 我一个外人 一个普通跟他没什么关系的男人 可以信任他 你跟他生在一起 你不能信任他呢 我商业局多么信任他 对不对 结果呢 我们都不舍得伤害他 我是受过伤的男人 节目无所谓对吧 做完节目你想过没有 你未来的生活你怎么回 我跟你讲 本来上这个节目 就没有一对想 没有未来是吧 好好地回去 好 好 我再听听大家的分析 反正我现在目前听到的也就是这些 你不用听大家的分析 你就想你后面人生怎么发展就行 我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身份 我是觉得 如果马老师真的是预言家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一下预言家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查到了胡可姐 那就应该要投他 但是呢 我又觉得因为 我觉得胡可姐一般如果拿到狼人的话 好像会有点紧张 但是我觉得他刚刚跟马老师两个人 就是对答如流 然后就是求生欲非常地强 我反而觉得 嗯 哈 我相信你 你有点招风引蝶 你知道 我是向非 我再听一下 如果说后面没有人跳出来说自己是预言家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就跟就尊重马老师吧 我我先觉得第一轮 就是佩森姐真的好可疑啊 本来自己说自己今天要外方要浮夸 然后拿到牌子就 嗯就是明显就是好像要想强装镇定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佩森姐姐 然后忘了刚刚前面有谁说到佩森姐可能是狼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大王姐就啊 就是好像感觉自己的狼童半面发现啊 我是觉得我我想问原因我才这样啊的 啊 然后就是我其实不太相信马东老师这个预言家身份 因为我觉得佩森姐姐 就是如果她是狼的话 其实呃第一轮的话能够表现的还挺明显的 但是她就刚刚就 我就是那种反应让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平民 所以我相信某个解决的话 还有 纳薇老师这个什么都没有就开始乱裁裁裁我 我是一个好人 我我的确没有什么任何更好一点身份 但是我就是一个平民 其实吧我说实话我觉得一心说的话真的很有问题 但是呢有问题的背后我又觉得她真的可能是一个好身份 只是单纯的没有把这个逻辑里顺而已 我觉得佩森姐她刚才说的一个重点是她是一个好人 甚至是好人以上的身份最就有可能是神职 然后包括大王那个反应我觉得也很真实 我现在已经是8号位了吗 我最后还有一个言如今吗 没有人出来抢马老师的那个预言家身份 她验过胡可姐她有没有验过 我觉得一会看她投票到底投给谁 因为我觉得她刚才有点像在炸胡可姐 你到底是不是狼的那种感觉 听完一圈我最想怀疑的其实是5号杀一哥 我这把为什么会怀疑杀一哥呢 我是觉得杀一哥说那个纳薇老师在搅浑水 但其实我觉得她才在搅浑水 因为她搅了半天她没有说她最后怀疑的那个人是谁 对然后因为杀一哥 我反而还觉得纳薇老师的身份有点做好 我这把踩杀一哥过 我觉得肖肖胡可老师跟纳薇老师应该是非 我猜啊我是出名 我猜他们三个为什么呢 我觉得马老师预言家的身份是做实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企图 或暗示性的说她是预言家 或是反模马老师这话 所以我觉得马老师她做的特别准 过往的经验其实胡可老师已经被马老师炸过了 所以她第二轮的时候已经显得淡定了 不像之前像会慌张 所以她的对答跟鲁油楼的时候 我觉得她更像是一个狼 然后呢那位老师刚才暗暗底用一些很奇怪的原因 想让我们把马老师给推出去 就说我们就让她体验一下第一轮被推出去的感觉 所以三一哥刚才说那位老师的东西是对的 但是呢有人捞了那位老师就是肖肖 肖肖刚才那位老师就把刚才他们两个的身份给对掉 反倒说是三一老师有问题 那位老师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肖肖也是有一点可疑 所以我怀疑的是 1号 4号 跟8号 我觉得这一局可以先把胡可老师 因为已经是验出来的 胡老师先推出去 然后让马老师再主持一下大局 这样好了我也跳 我是预言家 我验了马东 他是狼 好的 我信你 我信你 我是预言家 我查杀他 他不说话 如果那个时候他就应该知道我是明狼了对吗 如果我是狼跳的话 没有 其实佩晨雪狼是出了的 不能那么早跳 他那个时候不背 然后 因为他肯定不是预言家 因为我是特别 他是好人嘛 对 所以他说的 佩晨雪狼说的是对的 马老师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我跟你讲 你们上一把 上一把狼已经赢了 你们想清楚 3 2 1 请投票 严如今弃票 无可疑票 马东7票 本轮被投出的是马东 请一言好吗 太好玩了 你们想想看 现在除了严如今 等一下 他急死了 他急了 他一直看你这么着急 不是 你们想想看 那你这样子好可爱 全场 除了他以外 七个人投我 他是我的狼同伴 还有一个狼同伴跟着投我 想想看 是啊 确实是这样 你们自己想清楚 我去 天黑请闭眼 天亮 昨晚被袭击的事 严如今 没有一言 无可请发言 按照刚才的逻辑 我们都觉得马东老师是狼 严如今是他的狼同伴 我觉得我们可能 错杀了马东老师 他就是你了 不 因为我觉得 但是他真的不是原家 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村民 这我很肯定他不是原家 那他为什么要跳原家呢 跳着玩呗 只是为了炸我吗 你真的很挨揭嘴 你能不能按下来说话 我来说一说 我觉得这几次 我们铁定觉得的人 有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值得信任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 陈银欣跟严如今之间 我要验谁 但是因为我觉得严如今 讲话的影响力比较大 可能我们比较容易相信他 所以我先验了他 但他是好人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被杀死了 当我知道他是好人 之后我吓了一大跳 所以我们原来认定的 那个顺序是错的 但因为马东老师 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狼人会自己踩狼人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他刚刚踩的人 有谁 虎可 杀意 他在走之前 踩着两个人 我觉得很奇怪 我有点怀疑佩岑 因为他刚才说他是预言家 如果他真的是预言家的话 他应该死了 他应该死掉 他到现在还没有死 你这样怀疑我 我会怀疑你 因为他们觉得 杀了我太明显了 可是你已经跳预言家了 如果我是狼人的话 肯定会把你杀掉 因为你会验人 我觉得如果你这样质疑我 害我有点想要质疑你 我们先听完其他人怎么说 但是目前为止 你这种反应会让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在场上觉得我很奇怪的 还有潜意性 所以这两个人 我现在有一点挣扎 我觉得侯贝琴 百分之百是正能量阵营这边的 正能量片子 是 这个我建议你念7号 7号对吗 对 7号 这个游戏现在玩到现在 我已经有点懵了 已经不是我这个初学者的水准 进入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 我是有身份的 你刚才提到了 因为我为什么忍不住了 我要表达了呢 因为我目前为止 我的身份能行使的什么 我有点含糊 我觉得她说的应该是猎人 因为在上一局 她已经拿到过女巫 所以如果是女巫的话 她应该很熟悉使用的方式 所以你是恋人 因为我已经行使过全力历 有一个人我还 她肯定是狼人 谁 就是沙翼老师 因为她刚刚抢我的身份 她含糊其词地抢我的身份 我第一把我就说了 我是一个很好的身份 记得吗 所以我只敢肯定她肯定是狼人 我真的不知道选谁 但是因为我就是 佩琳姐姐我只是因为凭她那个反应 但是就刚刚她说的话 也的确没什么问题 但是跳身份 但是那位老师 因为那位老师又太厉害了 所以我 7号5号肯定了吧 让马东不要在这等时间太长了 好吗 马东先走我内心很痛苦的 可是我又觉得 真的 我不知道她在这多难受呢 我说一句话 是这样 好吧那我也报我身份 我是女巫 我第一天晚上解药用在大王身上 大王死了 杀了 大王是第一天晚上被杀的 但是我不排除有没有 就是可能是什么骗解药这样 刚才那个杀一老师不是说她是猎人吗 她的意思就是她是猎人吗 其实我上一把就开始怀疑她 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 我们这把先投她 如果她是猎人 她可以行使全力 所以这把先把杀一老师投死 这怎么说来说去的最后变成我了 必须得投吗 是 3 2 1 什么情况你们啊 请投票 5可1票 杀6票 本轮被投出的是 杀 请留遗言 7号 1号 你们选一个 杀是吗 对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还有一瓶毒药呢 还有一瓶毒药呢 还有机会 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使用毒药吗 你要毒的是谁 女巫请闭眼 喻言家请睁眼 你要查验身份的是谁 她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被袭击的是 侯佩岑没有遗言 我不能讲话吗 好 我信你 我信你 我喜欢你 我信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组织公斗 你加油 你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妹妹 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嗯再见吧 不是你不能因为我不会玩 你就一直觉得是我啊 来吧就这样就是你 那应该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吧 我是狼人 我不是我是猎人 我的妈呀 我是猎 我的妈呀 我是猎人 他吓死我了 我肯定是猎人 要不然他不会说说 我是狼人这样的话 我是猎人 我上次把他说了 我有技能嘛 我是猎人 你是女巫 然后预言家死了 预言家走的时候说 那么相信那位老师 我就应该是验过吧 那我们就 哈哈 贝森姐真的太好笑了 我太好笑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怀疑我 就是的确我 我原来刚开始 真的一直很怀疑那位老师 因为他太能说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活生中的就被他说成狼人 但是因为 陪你姐姐 我觉得他昨天晚上应该是 验了那位老师 所以他才说的那句 对我相信那位老师好人 然后这个是猎人 这个是女巫 我是好人 但是我一直第一 我从第一局开始 你说的是遗嘱吗 对不对 啊 啊 明白了 来吧 就是他 快 随便 随便你们投吧 就是在 胡可姐跟 陈一新里面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怀疑胡可姐 你真的不用怀疑我 他肯定不是 你也肯定不是 如果你是的话 你刚才就说 那我们就投票吧 把陈一新投掉 然后你说不行 我们还要发言 就证明你肯定不是 你想听我的发言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就只有他 真的是他 OK 3 2 1 请投票 胡可一票 陈一新四票 本轮被投出的是 陈一新 游戏结束 好人胜利 林广啊 好烦啊 都谁啊 这把歌 马老师 沙逸哥 还有陈一新啊 对啊 沙逸你要不抢我身份 我不会怀疑你的 佩晨姐 你最后验的是 那个纳薇哥还是 纳薇 我最后验纳薇 对啊 我就跟你说 他验的你 他没有验陈一新 因为之前想要验纳薇 我觉得我在这个局里面 你们一定会 先来验我 其实他是语言家 他先验了我 所以我只能在前面 我赌他是语言家 或者如今是 因为他或者如今是的话 如今说 在最后陈底维说话 没有人会信 他是的话 他除非上来就跳 果然他是他没跳 所以我觉得OK 终于过去了 他跳的时候 可以先动 先把胡可推出去 就让我一圈发言完了以后 跳了 他说 没有他说 那我可以发言吧 我想换了 但是我又不能说 不 你不能说 我只能那时候真的是含着泪 掐着他口说 你说呀 但你后来挣扎的 我都有一点相信你了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就只能拼了 然后那时候我想的就是 就是 搞死他 我宁可愿意纳威是语言家演出我 因为我跟纳威互彩 对 我们还不一定相信是谁 对 你们不一定会 我跟后排层互彩 绝对玩 真能量天使好吗 人格破产的那个 现在最难的时候来了 我们要评出本场 玩最烂的 不是 MVP 我觉得本场MVP的意思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我觉得本场最重要的人 就是纳威 知道吗 我们要把MVP送给纳威老师 让他永远记住 今天晚上这个时间 如果能让马东老师 能在这么多人观看的下 第一个出去 我去 你们投票好不好 投票 我投哪位 MV去掉 我这个屁 那个刚才来的路上 好像是沙翼和胡可 给本场MVP挑了一个礼物 童掌柜 李大嘴 珠吾霜 我选童掌柜吧 好 童掌柜 童掌柜这么聪明伶俐 肯定是好礼物 确认下单 下单成功 这就可以了 对啊 一童掌柜就选完了就已经 好 好可爱 好可爱哦 惭愧吧你 受宠若惊吗 会不会是一个棒锤 哎呦 太适合您了 错一碗 谢谢我们冠名赞助商 吃吃买买啪啪的 苏宁一购 冠名播出 从9月25号开始 每周日晚上八点 在腾讯视频 播出饭局的诱惑 大家收看 谢谢 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可以公然说谎话 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个 说反话我觉得 对 就正话反说呗 太差了 我觉得自己玩得太傻了 所以我现在心里很难过 我觉得那位老师好厉害啊 我还觉得自己演得挺好 能当狼人 就被他一眼就看穿了 从头到尾就指着我说我什么 特别厌倦我的家庭 再给我倒点 不是要谎牙门了 哈哈哈 你俩有微信吗 哎我都很惊讶 错 糟糕 哈哈哈哈 他们俩谈恋爱 我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说到点上了 下次周一维拿刀剁我 等会儿 等会儿 那就不正中你下怀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打上马 马马马 马赛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现在都出现幻听了 我女演员 女演员见太多了 我不能再说扑克 杀地挺好的 是不是喝魔了 跟不上你这节奏吗 太好玩了 本节目的节操 由微信公众号 朝阳公园通信门 独家提供 微信关注米瑞小卖部 买马马瓜子 看片得要刻出节奏 来豆瓣 加入饭局的诱惑小组 看饭局不停聊 搜索微博话题 饭局的诱惑 与节目官方微博互动 参与明星真心话大宝问 迎神秘大脸 圈里很多人想潜规责我 真的圈里面有人想潜规责你吗 有 所以欧帝一般如果你要潜规责谁 你怎么说呢 一般要潜规责人的话要先 哇你好有气节 我十几年没啪啪啪啊 潜规责前我 我跟欧帝的前女友更熟一点 我也认识他前男友啊 郭敬平是一个好导演 大家都讨厌他 郭碧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 那郭彩杰呢 大 帝 好带啊 说话好带啊 你有想念天天向上吗 每一分一秒都不想念 说说看 天黑请闭眼 我就是来自北方的狼 这个身份我不配 我们做个交易 你把你另外一个同伴投出来 你可以留作一局 说出来就轻松了 一人之间没有友谊对不对 很幼稚 贝珍姐 等一下等一下 我带大王 走 哎没有这么儿式的 我跟你讲 哈哈哈哈 如果我今天是狼 我用菊花走出去 哈哈哈哈 不是这么玩的好吗 狼人杀 狼人杀不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吗 哈哈 少在那边对话 对个屁啊 哈哈哈哈 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哈哈 哈哈 气息 谢谢观看